周四 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洛杉矶市作为美国的第二大城市 在2020年的人口接近390万 比2010年增长了2.8% 而纽约依然名列全美最大城市 人口超过880万 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7.7% 第三 四 五名的城市分别是芝加哥 休斯顿和凤凰城 在县的层面 洛杉矶县拥有超过1000万居民 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县 过去十年内 洛县增加了超过19.5万名居民 增幅为2% 圣地雅各县则名列第五大县 拥有近330万名居民 紧接着是城县约320万人 河滨县也以240万人排名第十 对此 人口普查局高级人口统计学家马克·佩里表示 尽管美国许多都市人口在增长 但全美的人口增长趋势在减缓 在本次普查中 约有52%的线 人口都比十年前少 人口增速更是达到了193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新唐人 know you 新唐人 烧铺